如果已经出现了流感痒症状 在没有确诊、自行痊愈后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继续接种流感疫苗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不具备特异性 多种病原感染可能都会出现发热、头痛等流感痒的症状 但是出现这些症状并不一定是感染流感病毒 也可能感染了其他病原体 最常见就是普通感冒 二是流感病毒有多个形别和亚形可以引起流行 比如说在形别上既有甲形还有乙形 在亚形上 甲形中既有H1N1亚形 还有H3N2亚形等 而感染了某个形别或者亚形后 还可能患上其他形别或者亚形感染的有这种风险 而流感疫苗则是覆盖了多种不同形别和亚形的多价疫苗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是三价和四价的疫苗 如果感染上了某种形别的流感后 接种疫苗其中包含的其他形别的流感的成分 依然能够发挥预防该形别流感的作用 此外在同一个流行季 通常是由不同的形别和亚形共同流行的 比如说现在目前 主要就是以甲形H3N2亚形为主 其次是乙形流感 既往也曾经出现过在同一个流行季 流行的优势株有一种形别 逐渐又转化为另一种形别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即使近期出现过流感的感冒的症状 痊愈后还建议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尤其是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接种疫苗可减少感染 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京东明春除了接种流感疫苗外 对于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来讲 还建议接种肺炎求菌疫苗和新冠病毒疫苗 对于儿童而言 建议在继续做好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基础上 还可以接种肺炎求菌疫苗 B型流感嗜血感菌结合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 无论是免疫规划疫苗还是非免疫规划疫苗 在接种过程中均要严格遵照预防接种规范的要求